生小孩不是技能的問題 它是功能的問題 但是我老婆的功能是好的 所以是那個功能 你的技能 造成她的功能不全 技術加人力都掉 裡面的濕度大概是錯的 沒有 馬力歐 我錯了 沒有上尺度這麼大的節目 真正的名字 我們還沒有開始 我們沒有開始 會有大女人 是 還不都是你自己惹出來的 在怪別人 來 黃國的導師 打下去 這個大女人是你養出來的 有嗎 市長 我最不可收拾的 其實我之前上一個節目 然後乃馨說出我罵她的話 然後上了新聞 新聞也很大 她說我罵她 不會做飯 不會開車 但是乃馨冤枉 我沒有說過你不會生小孩 因為會開車 會煮飯是技能的問題 生小孩不是技能的問題 她是功能的問題 但是我老婆的功能是好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說 是技能的問題 所以是那個功能 你的技能 你的技能 造成她的功能不全 技術加人力都掉 輸了 輸了 對方便 這樣懂嗎 我們懂妳 對方便有 對方便有 你好好講 對方便有 我怎麼有一種月苗 對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可能嫌我老婆不會生小孩 因為我跟她不生孩子 是我們的共識 是共識 我只是說 那一天乃馨就很氣就說 你知道我為你做能做嗎 我是全世界最累 最為你最好的老婆 你找不到比我更累的老婆 我那時候也很氣 我說你有多累 人家小孩子還生三個 你又沒生 我說你也不會開車 你也不會做飯 那不是在生氣的時候 生氣的時候 人比人會氣 對啦 你覺得剛剛那樣子又比較不行 我沒有說你不會生 我是說你沒有生孩子 重點不在這個字 重點你不能拿一件 我沒做的事情來表演我 因為我做了100件 只有這件沒錯 懂啦 其實你們的生育能力是OK的 OK的 是技能都好 技能不好 技能OK 功能OK 不是只有器具 那功能性 不能你有手機 但是不能發話 非常不行 裡面沒擦SIMP 沒錯 你的手機可以發話 我你好會形容 你每天站在那滑手機 滑手機 滑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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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發不出去 對啊 那不好 憲哥 我的手機 沒有發 我的手機絕對可以不發話 而且還可以賣郵 可以賣郵 賣郵到別的國家 好厲害 生意生命 如果你滿了 我就賣出來的賣郵 所以你看 他也承認說 當時會講這種話 不會跟男生倒極 氣話 我老婆是一個 他絕對要要求我道歉 要道歉在點上 譬如說你舉個例子 他生氣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老婆不要生氣 好啦 我錯了 Baby不要生氣 這樣不可以 不行 不行 錯在哪 你錯在哪裡 我只要能夠講對我錯在哪裡 然後很好的跟他道歉 他會原諒我 但是你知道嗎 憲哥 他覺得我口說無憑不夠 他曾經有一次 他很不開心 他說你跟我口說道歉沒用 你要寫悔過書 還寫悔過書 我的第一張悔過書 就是有一次我們去聚餐 剛剛結婚的時候 然後他忽然就跟朋友講說 我們家老黃 憲哥不好意思 什麼不對嗎 然後我心中我就不開心 因為老黃 我覺得對我不尊重 第二個是 我曾經有養一隻狗 老黃 牠被堵死了 所以我對老黃 老黃被堵死了 有悲傷的陰影 然後我就 怎麼會有狗被堵死 我的臉就拉下來了 然後他就說 請問我叫你老黃 你給我臉色 你讓我很沒有面子 然後回到家 他就一直說 我為什麼不能叫你老黃 老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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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覺得很氣 還好你不跟家有 那個啦啦隊 那個在一起 啦啦隊什麼 老黃 老黃 叫 叫 叫 老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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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 叫 馬下去 後來我就說 乃馨 你不要叫我老黃 你至少要叫我黃老 黃老 比較尊重 黃老師 然後 然後乃馨最後氣到聲淚俱下 我心裡想說算了 我說老婆你那麼氣我退 好啦你可以叫我老黃 他說 然後我就寫了一張保證書 來 打出來給大家看 為甚麼 來… 還真帶來了 同意書 我黃國倫 同意小寶貝 乃馨任何時刻 任何地點 任何 像任何人可以叫我老黃 然後不得有意 亦不會不開心 特此 特立此書以知證明 立書人 老黃 老黃 直接就寫老黃上去了 可是老師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情趣 這個很可愛 我聽討 那個司機竟然 鬧到要離婚 來 好啦 我們家楊 洪台有一個廚師機 是 烘乾機在烘乾的時候 一定要開廚師機 因為它有鞋殼放在洋台 OK 然後我們把窗戶關起來 那一天乃馨就說 老公 你去烘乾 然後我就去烘 我烘的時候 你去烘乾 你去烘乾 他的發音要不要緊一點 老公 你去烘乾 怎麼有這種要求 不要 綜音要小心 綜音要小心 那一天乃馨就說 去烘乾 對 然後我就去烘乾 對 對 那好 可是我突然想說 我為什麼每次都要開廚師機 這樣浪費電 我就把窗戶打開 是不是 那個熱氣就會出去 那不一樣 然後我就做了這件事 我就回來 然後乃馨就過去說 老公 為什麼沒有開廚師機 OK 那時候 其實我只要說忘了 我就開一下 我就說 就算了 因為我覺得窗戶打開 那個熱氣是會出去 要來 要來 我老婆說 你這個建宗 你這個交代 你唸到哪裡去 你還虧你是唸理工的 這個濕氣怎麼會出去 然後他說這個濕地會增加 我說老婆 這濕氣不會增加 這不會有問題 然後他就說 我說老婆 你竟然敢侮辱我的學校 他說你是白唸的 建宗交代白唸 那他唸什麼 我說你這個 北一女文科的 來了 來了 來講我這個理科的 建宗跟北一女 台大 我說你這個文科的 你懂什麼 從台北的每一個飯店 我們熟悉的認識 開始打電話 都沒有 然後我 已經到中午了 我就找到筋疲力竭 乃青也不理我 我說我難道為了處司機 對啊 就要失去我的婚姻嗎 那麼長久的一段婚姻 後來 對啊 後來我就發了一個簡訊 我說我是最後一個簡訊 我要把它挽回 我寫了幾行 一兩行字 他就回來了 哪兩行字 我又買了一台 你講了什麼 我的簡訊是這樣寫 老婆 我錯了 就這麼簡單一句 原來他要我偷藏那個點 你很精準 老師 你濕度沒幹嘛 說要演員的 濕度是會增加的 然後他就回話說 好 他就回話 彼此有個台階 好 這事情就過了 好不好 你在鳥巢演唱會那一天 裡面的 來 瑪莉歐 瑪莉歐 你同時收到鳥巢又收到廚師機了 各讓一步… 這個說起來有點不像大女人 可是我覺得我後來有點領悟了 真正的大女人不是說你要 壓倒男人 讓他覺得像是一個小狗腿瓜 那不行 我覺得真正的大女人 我現在覺得你要讓他離不開你 菁姐 菁姐真的很會耶 今天聽到的第二個金句 因為你們不知道 你知道我會崇拜他到 他所有的演出我全部都有 整理成策 我花兩個月做了這個 什麼 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爆炸盒 你知道我花兩個月做了一個爆炸盒 就是把當時所有鳥巢的點點滴滴 全部做在裡面 好 注意了 我要開囉 這個是粉絲才會做的 我跟你講裡面有100個機關 100個機關 你看 鳥巢所有的點點滴滴 所有的無倫的歌 就是他寫的歌 這很感人 寫機關 這樣會輕輕 這樣會輕輕 哇 你真的太有才了 乃馨姐 讓我們很感動 這個很厲害 非常感動 這是我這一層看過最令人感動的卡片 今天我們有集主要給觀眾 沒有 集主可以帶回家 掌聲鼓勵一下 上臉 小心 小心 意義 這裡